Hello 大家好 我是Manna 為什麼我在做生意、在做銷售的時候 我從來都不認籌 永遠 從來都不會 因為我有一個理念 就是如果你可以把這個時間放得出來 那其實就是等於 你跟別人鬥多時間 但是每個人一天都有24小時 如果你在做這件事 是隨時有人可以代替你的話 那你的價值所在在哪呢 我更加不喜歡被人定義 我為了一盤生意 所以我要去做 迎求除非 可能這個活動我自己是喜歡 和可以顯示到 我價值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時間更加重要 而且這些時間我可以更加 增加我的價值 怎樣可以尊嚴令到我 真正是 成長、真正學習更多的東西 而不是花在一些吃喝玩樂上面 可能應酬要喝酒 要熬夜 放棄了我的健康 這樣的話 我就是 把焦點 放在 培養我的價值上面 可能你會覺得 你還小 你還年輕 你還未受錢 你還未有家負擔 你可以很高尚 可能你會這樣認為 但是 我就是這樣 走了五年 就是這樣 拿一個又一個的 銷售獎 就是拿一個又一個的 冠軍 因為我相信 你的價值 你的踏述 你的服務 你的真心 是遠比那些 無謂的應酬 來得更加重要 所以 今天開始 放一些時間 在了解你的客戶 需要 放一些時間 在用心經營 自己 高門生意 放棄你無謂的應酬